工程車進駐故宮南院 要給玻璃帷幕來個大體檢 官方趕在雨季前全面檢修 就是擔心又發生漏水的情況 1月初兩次下雨都漏水 國家級的展場面子實在掛不住 去年底故宮南院風光營運 結果開幕不到10天 外頭下大雨 立頭就下小雨 眼看雨季即將來臨 二樓大廳從9號起 風廳抓漏 預計6月底就會完工 生漏水的問題 結構等等的這些問題 能夠做一次的全面的一個檢視 營建署表示 施工期間將全面檢修漏水的問題 玻璃微墨的膠和玻璃 超過8000片約5層樓高 高度達到19公尺 工程浩大 4到6月的施工期間 館內展覽跟遊客參觀都不受影響 在這段修繕的期間 不客都能夠透過線上雨季的方式來 那如果是現場來的話 或許就沒有辦法再提供 什麼的厚度的名額 為了維護參觀品質 施工期間 入館的散客跟團客會做分流 取消現場的後補名額 只開放線上預約 故宮男院趕在雨季前整修抓漏 未雨綢繆 就是不希望漏水的惡幕重演 最後 郭口佩儒 蔡英博報導